那我们再来讲的是什么呢 对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新闻 是在美国陆军第38防空炮兵旅 在当地时间上周六的时候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美国陆军部长沃姆斯 在太平洋陆军司令弗林的陪同之下 在当地时间上周三的时候 视察了戴号鹰爪的特遣队 那么这支部队配备的是萨德导弹防卫系统 过去十年之间都是负责执行 这个弹道导弹防御任务来保护关岛的 这个关岛是第二岛链的核心 对说那么值得留意的是 这个鹰爪特遣队原本是部署在安德森空军基地的 但是是在过去一年之间转移到 同样位于岛上的海军陆战队不来自营 那么这么一个转变是有什么样的意味在里头呢 那当然这个陆战队来到了这个关岛是几年前的事 实际上在美术冷战结束之后的关岛已经荒废了 荒废掉了 那原来在太平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重地 因为当时美国没有敌人 关岛的功能就没落了 很多基地都荒废了 后来在08年这个欧巴马重返亚洲的时候 就开始拨款新建关岛的海军基地跟空军基地 当时第一笔拨了80亿美元 你就知道这个重建军事基地是很昂贵的 那接着后来在几年前 又把在日本的海军陆战队 调了8000人来到关岛 因为这个第一岛链坦白讲 现在似同虚设 那陆战队大量的陆战队 放在日本实际上蛮危险的 万有的状况 这个没什么好跑的 所以把这个保持战力 把人往后移到关岛 那当然就有了这个部队之后 当然为什么要把萨德好好的部署到关岛 因为之前萨德在关岛没有 这些年萨德系统就进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了东风快递 对东风26是吧 26 对那么萨德导弹防卫系统 它其实属于这种末段高空区域的这种防御系统 那它采用的是动能击杀的这种拦截方式 它主要就是可以进行长程中程 还有短程的弹道导弹的这个拦截 那其实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全能的这样一个拦截的 末端 末端 出段中段拦不了 就最后大气层 回来的时候七倍因素 对着目标来的时候 把它打掉 对 那它为什么要针对这个东风26呢 因为东风26它是这个中程弹道导弹 现在的射程可以达到4000对4000公里 这样一个武器 那它呢 就是可以用来对准地面跟海上的目标 从中国直接可以发到关岛上 是 所以呢 就是如果这个东风26这么一出场了之后 那关岛直接就可能会被这个东风26射中 所以必须给关岛上再设置一个这样的拦截导弹 其实这个美国不只有萨德系统 听说在关岛附近啊 这个好几个岛啊 原来上面有一些小机场 现在在扩建中 还扩建 意思说呢 万一第一波攻击啊 关岛的什么安德森空军基地啊 都被炸烂的时候 这个飞机啊降不下来的时候 可以到那个岛上去降 得有备用机场 哎呀 你不知道现在压力多大啊 对不对啊 所以呢 刚刚上任的陆军部长啊 这个亲自啊走访关岛 对他们来讲 这等于到前线 是 前线去视察啊 视察去啊 是的 当然这个美国陆军部长是文官的 嗯 所以穿变装嘛 对 还没军阶的 没错 可以看到 从这个照片当中可以看出来 还是个女性啊 哎 这个现在 这个美国这个平权嘛 嗯嗯嗯 对 那其实呢 这个相应的这个背景 我们可以看到 在2020年的时候呢 美军呢就证实解放军方面 朝南海发射了这个四枚中程弹道导弹 那其中有一枚从青海发射的 就是这个东风26B 这个发射飞弹呢 不稀奇啊 但是这个2020年这一次啊 为什么会让美国啊 得吓到了 嗯 因为两个飞弹从不同的地方 朝一个目标飞去 距离不一样 飞弹型号不一样 但是同时落到那个点上 嗯 这也厉害了 虽然就很厉害 那就说明这个定位的这个能力 非常的强 如果在那个地方 刚好有一艘某国的航母 你想后果是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这个有没有实力啊 就够了 这个内航人一看 哎呦不讲话了 嗯 加强萨德系统吧 还是好好拦截一下 拦截一下吧 对不对 这个都不要多说 对不对 到底说你这个是好还是不好 嗯 嗯 两个不同的飞弹 从不同的地方打到同一目标 嗯 哇 因为这一起飞啊 美国那边早就知道嘛 是是 对不对 因为它有一套系统在韩国 哦 这萨德 对啊 你想想看 那个其实韩国不需要萨德的 它是为了要Export的雷达了 对不对 那最重要 如果你想想看你放个关岛 这个地方有飞弹来 你一样看得见 是对对不对 那这个中国的东风21D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导弹呢 哎这个当然来讲呢 都是属于这个 有人形容叫航母杀手 嗯嗯 对不对 当然呢 这些飞弹可以带传统弹头 嗯 也可以甚至加这种所谓这个核弹头 但是核弹头是属于这种战术性的 嗯 小规模的 比如说哎 这个几公里范围内 不是像那种大杀伤性的这种武器 但是呢 至少有嚇阻力 中国这个东风啊 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它叫嚇阻 对不对 这个这个巨子作战很重要啊 这个把敌人呢 就挡在家门外面 你不能让这个敌人呢 嗯 爬到你家来嘛 你在你家跟他打 对是 不行啊 对没错 那其实结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加强了第三岛链 现在呢 又把这个第二岛链也加强了一下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美国就是一点点的想把这个失守的岛链慢慢的再找回来 把第二岛链也紧紧的希望能够抓在手里 万一第二岛链失守了的话 还有第三岛链可以再守一守啊 后面就没了 他好有危机感啊 美国 这没办法 因为在二战的时候呢 太平洋战争啊 夏威夷被偷袭 因为夏威夷理论上在美国来讲呢 算海外防线啊 当时对他们来讲是海外防线 当时没有什么一二三岛链 因为那时候这个还没打仗嘛 对 好那夏威夷被偷袭了之后呢 美国就发现 那夏威夷没有了 如果被打掉 再来就是本土啊 所以美国那时候啊 这个罗斯福总统下令 把美国加州西岸 这几个州啊 全部列为所谓战区 战区 战区哦 意思就是说备战了 要打仗了 对不对 那当然了 这个最后战略成功了 把这个日本啊 全部牵制在中国大陆啊 靠当时的这个国军啊 这个跟这个叫什么 那个就是共产党那边叫什么 红军啊 红军 红军 把这个日本人给牵制住了嘛 对不对 对 不然你想想看 这个日本人如果啊 当时计划三月亡华 那他的概念就是什么 速战速决 打了就走 对不对 建立呢 前面有满洲啊 这中间有一个 南边有一个三个国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大队伍啊 就要进入菲律宾啊 然后往马来西亚新加坡 这边一路过去啊 印度 最后什么 在这个 到中东跟德军啊会合 哇你听着吓人了 真的是 会合之后呢 那美国你还能存在吗 所以啊 现在后来二战结束 他第一件事 拉拉围墙啊 对 三岛围墙啊 对防控起来啊 是啊 好 那这个看起来 这个陆军部长去了以后呢 预算 就要去国会 要去国会要钱了 又要要钱了 他就要去国会报告 说啊这个我一看啊 不行啊 光这两套不够啊 四套不够啊 再给个八套钱 对不对 好 都